现在让我们来转到政治方面的内容 距离全澳大选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而两党都在为9月14号的投票积极做着各方面的准备 各政党已经认识到在主要的选票接近的选区 多元文化选民的投票是至关重要的 而我们中华电视最近也采访了反对党领袖 Tony Abbott先生 而他当时正在为Cherson选区的越南籍华人参选人 立谷助阵 我一直在为1月1月的越南籍华人参选 我们的中国人参选人参选人参选的 在其中一代人的参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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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非常高兴 得到这个中国人的大学中的中国人参选人 是部门的一位大学的大学 我认为了会议认识的大学 当时将成立法的一位大学 到中国的大学中的小学典 眺民族等2000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最初 Smith 但它需要真正的勇敢 而真正的勇敢 能够成立的一位 能够得很努力 要贏 我认为你想 你想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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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赢的赢 成功 但在最终的 这些人是任何一人 是我们的一位 它是关于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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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的国家 我非常感激烈 我非常感激烈的 我非常感激烈的 在Chisholm 我非常感激烈的 有很多中国人在Chisholm 我非常感激烈的 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 是中国和中国人 所以它是一个好事 它是一个好事 给澳大利亚 但也就是给中国人的 同时澳洲执政党工党的 领袖国家总理 Julia Gillard 在刚刚结束中国之旅 就参加澳洲工党 维多利亚州大会 在访问中国时 他会见了中国的新领导人 习近平主席 我们的工作人员 to be there in each other's media and explaining what our countries are doing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things to strengthening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were so pleased to be able to announce an australia week in china to showcase australia there and also to announce that there would be an australia china military friendship week which would bring exchanges of people from our defense forces all of these things go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exchange you